大家好,我是Nine 今天要來講改衣服的肩膀 我現在穿的這件衣服了,肩膀太寬了 但我不喜歡 那要該怎麼改呢? 首先在肩膀畫上要修改的記號 然後呢,我拿出彎尺 對準我的記號 對準袖子 好,那將線條畫順 畫好之後呢,我們要留縫份 所以呢,現在畫的是留縫份的線 好,線條畫好之後呢,就拿出剪刀 沿著我們剛剛畫的縫份線把它剪掉 現在我剪的是前片 好,那現在呢,我準備要來修後片 但是呢,我現在呢 要先把袖子上下的縫份呢,先把它對好 好 對好之後你可以直接拿剪刀修掉 或者是像我在拿粉圖畫上記號線 然後呢,再拿剪刀 把不要的縫份修掉 現在呢,我要拆掉袖子上不要的布 那一般晾長的衣服呢,是用四線烤客車 車縫的,所謂的四線 是由四條線組成的車線 那我呢,現在呢,要先把車線呢,剪斷 剪斷之後,拿起錐子 然後呢,先從中間的車線把它挑起來 並抽出來 並抽出來 那你就是像我這樣子 將我們要拆的 要拆的車線的地方呢 都把它抽出來 先將中間的車線抽出來 好,中間的 車線抽出來之後 然後接著再抽 最下面的車線 抽好之後呢 那,其他兩條車線自然就會脫落了 就是看哪裡的車線沒有脫落的 就是看哪裡的車線沒有脫落的 我再把它挑起來 把車線抽掉 抽好之後呢 就把我們不要的縫份剪掉 然後順便呢 然後順便呢,把沒修好的縫份呢 把它修好 好,先抽掉後呢 我要先核對 對,袖子的長度呢 是否和衣服剪開的長度 一樣長 一定要一樣長 不然待會兒會不好車縫 不然待會兒會不好車縫 好,一樣長之後呢 在袖子的中心做中心記號 好,待會兒車縫的時候呢 那,肩線呢 要對齊中心的記號 那,剛剪下來的 不要的布呢 我們把衣服呢 翻到另外一邊 因為另一邊的肩膀也是要修改的 那我就拿出剛修掉的布 放在上面 拿出粉圖呢 拿出粉圖呢 畫上要修改的記號 好,畫好之後呢 再拿剪刀呢 跟剛才的步驟一樣 把它修掉 那把衣服呢 翻到背面 袖子呢 和衣服 車縫起來 那我們剛才呢 袖子上面有做中心記號 所以就是肩線呢 對準中心的記號 那就是把布撥平 好,就是這樣把布撥平 然後一小段一小段這樣撤 撤好之後呢 再把衣服翻回正面 那這樣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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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衣服